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势必要使用刘伯乌的注册码来注册 免得你在开跑的时候拿不到开跑的奖金 如果找不到刘伯乌的注册连结 你也可以在Google上面打关键字刘伯乌 那就可以找到刘伯乌的blog 上面有注册连结你都可以来使用 今天要讲的主题就不要讲得太严肃 因为我停下来了 今天讲的主题是 有一次其他司机也有分享过 这不是我遇到过的 是时常遇到 所以才会有人分享 那有一个女乘客上车的 然后我就划她目的地 叫车的 比如说叫车叫彼得 上来是女生 那当然是彼得帮女乘客叫车的 那我就说请问一下你是彼得帮你叫车 是啊怎么样 我说没有我要确认一下避免我载错客人 好 那知道她的目的之后 我要开始开开开 她就跟我说 你等一下 先让我在哪里下车 但是你车子不要在那里停 就花我下车了 你还是继续往前开 开到那个目的地 这个就很复杂了 好 你要想一下为什么才会这样子 她说 你先让我在哪里下车 但是你先不要划我下车 你还是往那个 我设定的目的地那里 才让我下车 才划我下车 那行程才结束 那刘伯夫刚开始跑的时候 还傻傻的想说 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个傲人就是傲人 那来行一听就知道 这是做啥 搞不清楚 那后来呢 刘伯夫终于懂了 刘伯夫终于懂了 原来因为有其他的司机分享 这个就是不要让男朋友 或是老公知道他要去哪里了 其实他是没有去那个目的地的 所以以后 你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你就不要压抑了 你就照着顺着客人的意思 他就是要去哪里 你才划他下车 你不要傻傻就在那里 把他划他下车 避免人家的这个家庭 起了纠纷 这个 当这个Uber的司机 久了之后你就知道说 这个经验跟技巧 那我遇到过最 我遇到过最 我遇到过最离谱的 最离谱的 最离谱的 最离谱的情形是这样子的 一上车 那个女乘客 是女乘客 大家注意了 女乘客 你在帮女朋友 当他要叫车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真的是很多司机都分享 你也可以上车 然后我就划他 就问说 请问是不是 某人帮你叫车 是啊是啊 我男朋友 我老公帮我叫车的 划一看目的地 哇 桃园机场 对不对 台中要抬到桃园机场去 对啊合理啊 她有划行李啊 结果呢 那个小姐女士就跟我说 我目的地是桃园机场 那你等一下还是把车子 开到桃园机场 但是我要在哪里下车 你让我下车 你不要在那里 就划我下车 你还是把车子开去那里 然后再划下车 划下车之后你要去哪里 当然就随便你了 当然客人没有这样讲啊 这是我自己填下去的 那时候我已经有前几次的经验了 我就知道了 原来喔 来这头的 当他叫车人以为他要出国了 结果他在某个地方又下车了 然后呢 也不能让人家知道他没出国啊 车子要继续往前开啊 那你开不开 开啊 不开怎么行 客人要求一定要这样 我们就照办啊 结果就真的有一次 开个空车啊 载空气去台湾机场 所以这个故事 有趣的故事跟各位分享 到底实际上的车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但是有些客人有这种特殊的要求 眼看也没有违法 也没有违反Uber的规定 只好跑啦 不然怎么办 唉 当Uber司机就是这样子啊 看尽了这个人生的百态 这件故事呢 供大家参考 笑笑就好 我听朋友说的 我在网络上看的 不是真实的 这个分享 只是跟大家打个屁聊个天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 喜欢刘伯吾的节目呢 欢迎你按赞按分享 按订阅 那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留言 刘伯吾非常欢迎你留言 那如果你的留言 具代表性的话 刘伯吾还根据你的留言 来制作成影片 让其他的Uber司机也能够受益 好 就这样子啦 拜拜 哇 这个地方怎么都没人叫车啊 等那么久了 不是平常很容易逼的吗 算了啦 换个地方吧